不單有牛肉、排骨 最後還可以用來炒飯 一個鍋滿足你三個願望 正呀! 我講的就是這間開了不夠半年 位於合井站的抵食辣鍋店 這間店鋪專賣辣鍋 店員還很自豪地說 他們的辣度是這間餐廳的特色 不能走辣,所以不值得辣的朋友 這裡可能就不太適合你了 除此之外,他們的價格相宜 三個人叫二人份的辣鍋 再加兩份飯 一個人大約一萬五千窩 對港幣大約一百元左右 而打火鍋的價格來說 都算抵食的 所以午餐時間都吸引了不少宅公仔來吃 他們的招牌菜式 就是這個把牛肉堆得好像 整座山般的娃娃牛肉排骨辣鍋 雖然它的外形滿分 但牛肉真的只有臉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夠厚 不過裡面還有很多料 好像芽菜、雞皮菇、年糕等等 當然不少得鍋底這塊排骨 店員建議我們把牛肉綠熟吃了 再慢慢享受鍋底的蔬菜和排骨 我呢,都不算好吃得辣的人 不過這個鍋的辣度都叫可以接受 更越吃越過癮 越吃越野味 吃到差不多就可以叫店員加飯 但他們就不會在你面前炒了 炒完一大鍋再上桌 煲到收拾的辣湯 加入飯和紫菜來炒 真是靈性入味 可以和為這個鍋來個完美的Ending 下集見 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